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成伤害2倍 紫色火焰有装扮 加成伤害3倍 最最最关键的是 它能克制一些关键僵尸 比如惨歌 亦或是小丑 毒力钥匙 钥匙的区别也挺大的 而且是最直观的 我装扮的钥匙是投资毒药并叠加一层中毒效果 我装扮的就升级了 虽然也是5瓶毒药 但击中后小范围建设 还有三层中毒效果 喇叭花 没得说 没装扮的喇叭花极其普通 也就遥过年代拥有 当那生多 有装扮的喇叭花 易口化身刷关神器 速度效果不比仙人掌贴是清新果差多少 龙舍兰 一和三的区别 不用小刹过多叙述 大家都能够体会到 贴脸放置的龙舍兰装扮大招 可以把进攻的僵尸打出墙 白瓜相扑手 以前没必起的时候 怎么搞定未来世界那群中体级机甲呢 答案就是装扮白瓜了 虽然前咬很长 虽然会被机甲橄榄打断 不过能够撞飞 仍然得给它好评 毕竟其他植物对上中体级就吃贫 装扮制片植物的第二弹就到这里了 除了以上植物 各位觉得哪些植物的装扮也能带来制变呢 欢迎留言交流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